民进党由蔡英文出现党内的总统初选 那么今天下午台湾中社跟台湾抢救联盟中部阵线等等 这些中部地区的本土社团 他们共同成立了一个叫台中过半阵线 说希望中台湾的选区能够抢攻过半的票数 因为以中台湾选区来说 国民两党的得票差距已经从总统大选的19% 拉近到五都选举的6% 他们认为赢得中台湾就能够赢得2012 中部的各个本土社团就在蔡英文民调胜出的隔天 立刻宣布成立台中过半阵线 提前逝时为蔡英文集结中部绿营的各方势力 北 南 大概各有好像支持的某一个阵营 那台中这部往往都占了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影响的角色 中台湾很关键 从出席的绿营阵营就可以稍微看出端倪 包括了民进党 台联党 中社 长老教会 一届联盟 台湾新会等团体大伙齐聚一堂 每个人都知道决战中台湾不只是口号 因为从记录来看 国民党和民进党 2008年总统大选得票 从原本的147万多票对上99万多票 紧接着2009年先市长选举和去年台中直辖市选举 从121万多票对上108万多票 两党得票率差距从19%缩小拉近到只相差6% 台中过半阵线由前驻日代表许世凯担任总召集人 他认为民进党的进步 蔡英文功不可没 今天的成立大会得到了共识和期许 是中台湾选区 蓝绿票数差距已经有拉近的趋势 尤其五都大选中苏家选职小数3万多票 过半阵线希望延续这样的战果力挺蔡英文 三星留言此神明志 SNG小组台中报道